第十九题 关于电解值的说法下列哪一项是正确的 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告诉各位什么是电解值 有个三字经的记忆法 叫做化合物融与水 水容易可导电 所以选项A说铁可以导电 所以是电解值是错的 因为铁不是化合物 电解值都是化合物 铁不是化合物所以它不算是电解值 那么一个东西是不是电解值 重点是它的水容易导不导电 跟它的固体导不导电没有关系 而且通常电解值都是固体不导电的 所以选项B说固体10N不能导电是对 所以10N不是电解值错 因为10N水是可以导电的 选项B是错的 浓度很大的铁水是强电解值 所谓的强电解值弱电解值 指的是解力程度大或者是小 解力程度大的叫做强电解值 解力程度小的叫做弱电解值 这跟浓度没有关系 所以浓度很大的铁水 它仍然是弱电解值 它的解力程度仍然是很小 所以选项C是错的 因此只有选项珠是对的 所以第四就有提问我们说 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珠 盐酸是氯化氫的水容易 是强电解值 盐酸是强酸 所以它是强电解值 我们下期待遇到 我们下期待遇到 用不下期待遇到